他说在国际上跟我国普遍认为 禅这个字有不行有缺陷有缺憾 失落的意涵 属于是比较负面的形容词 对当事人或家属来说 会有被歧视的感觉 因此当前都改以身心障碍来称呼 那我国的正式官方说 在22年前把禅障福利法 已经更名为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我跟你说这有些文明 你敢不去跟人家脑残 以前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前 有一阵子很多人会讲脑残这两个字 那后来经过相关的大会 大家不断提醒说这个字有歧视 所以请大家不要用 这几年其实我很少听到有人在讲了 而且这几年这个字都不会去讲 所谓的真正身心障碍 对对没错 而是会变成是一个骂人的话 你或者是调侃人这样